彰化魚市場控肉飯前大排長龍 人潮從門口排到馬路上 老字號名店本來生意就很好 27號傳出是最後一天營業 有可能要轉讓 不要嗎 這樣要吃什麼 那你跟他說不要 還對民眾聽到消息不敢置信 因為27號早上才傳出 夜市控肉飯老闆要退休 沒想到隔不到一天 又有一家要結束營業 現在的百姓賺錢那麼不容易 還給他調整價格有沒有良心 所以林業就是自己先不做了 讓別人去做好了 讓別人去做 魚市場控肉飯老闆被問到 說兩間一起吹息燈號 只是純屬巧合 28號店面就會貼公告 要把店頂讓出去 招牌跟這邊技術分開 分開也可以合一起 如果你要計車的話 你要保留我員工的封售權 就是員工全部要留任 累了 累了 很累 做這個油湯很累 彰化在民眾印象中 就是控肉飯的日不落國 從早上就能吃到三餐家宵夜 只要你想吃 在彰化隨時都有 一口氣少兩家 民眾哀鴻遍野 這個很厲害 就是不管是控肉飯 雞腿飯就是 就是入口吃飯 鐵捲門上四個大字結束營業 讓很多饕客心碎了 一開門確定 鍋子空了 冰箱清了 夜市控肉飯 老闆真的不做了 我已經做30年了 30年了嗎 對啊 你可以再做 這樣嗎 我們同學都退醫 像我還在做 兩間控肉飯都是在地民店 也都曾創下開店三小時就完售 老顧客一聽到 再不來就吃不到 紛紛排隊搶購 吃最後一碗 TVBS新聞 陳時中 亮文和許又翔 彰化財網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